現在最主要很簡單 就是一個鐘擺下 是的 應徒應徒 說回正常一點 回到正常 道指上回22,500 或者行指上回24,000 是正常的 未反映一個樂觀的情緒 所以這個擺動暫時來到這裡 可能會停一停 特別是假期前 但是考慮一件事 我估計美國已經高峰期會在這個星期內見 見了之後 佈接回來 其實還有一波 就是炒美國疫情開始緩和 這裡就應該炒到月底了 博士說了 月底我們看得也比較好 我想說很快 歐洲疫情 如果我昨天看過我的模特兒 28個歐盟國家當中 只有5、6個還是按不到疫情 但其中兩個就是英國和法國 不要相信那兩個國家 但是其他國家 你看Johnson仔 但是其他疫情 尤其是德國 如果你想炒一些旗子 什麼什麼的東西 技術很專業的人 其實是看著德國那兩個國家來炒 不用炒美期 炒其他都可以 因為那些國家首先復甦 因為文獻上所說 越早抓人進去 越控制疫情最快的國家 復甦是最快的 所以我當然不是說復甦 可能復甦到兩、三月之後 就是慢慢在底部走 但問題是資產價格是先走的 另一件事就是 這一浪其實我已經說了很久了 疫情一定是早見底 股市一定早見底 股市一定是早見底的疫情 所以大家要小心 這一浪不是狂劫 但問題是說 應該是每一次反轉 我想想想 我經常這樣說 低位見了 就是白人跌倒 但如果你衝上去追 就要考慮你的心理因素 Sell on high 對 因為有些人說Sell on rally 但問題是 你可以找位置走 但問題是 不要因為他現在再下來 你害怕 因為始終我的市場人士 是看甚麼 就是看疫情數字 所以經濟數字是全部冷感 你看到很多數字出來的時候 跌幅不多 反而還彈 你看看上個星期 七十多萬個新增職位減少 換來的就是 昨晚美股彈千多點 當然你說 星期五個市反彈了 但我應對大師說 你怎樣也好 同意也好 就是Fragile Reserve為首 多國央行 用水來浸那些問題 就解決了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credit market 是 發倒債 你不要來 你不要說 若干年後怎樣 但我想到今天 即市場又是問一些很簡單 很基本的問題 你又說 可能是幼稚也好 怎樣也好 區內多個市場 自從昨天開始 技術上又步入了牛市 OK 那到底市場是叫做完成 摸底 完成調整 還是 外面另一個說法就是 紅市的反彈 還是怎樣 我是傾向於紅市反彈 因為牛熊的週期 不要這麼賴以 真的還是看那些20% 很多的 也不要這樣說 一個幾個月的跌浪 就說是紅市 然後 升上來又說牛市 這個鬧劇 其實在去年年頭的時間 一至四月升那五千點已經是一個鬧劇 那時候已經很多人說是牛市 牛熊的週期 一定要陷入基本分因素 經濟因素 來走一個漫長的 快的熊市是兩年多 久的熊市是七年至八年 你要配合現在的經濟環境 有沒有政策扭曲了 譬如說波幣政策 可以將熊市中段扭曲 製造一個假象 以為牛市回來 所以現在的情況 我相信是一個熊市的反彈 亦都有一個熊市裏面的中期大的反彈 這個反彈亦都不可以看小 一手掌握 有線新聞